我是打理家族生意的 從事餐飲管理已經超過二十年 如果客人在桌上找到一隻死老鼠 就懷疑是你的餐廳所謂 你們覺得第一步應該怎麼處理? 根據我從事餐飲管理 超過二十年的經驗 第一時間我會在客人面前叫成話 然後有意無意地告訴他 對家裡有很多骯髒的照片 暗示那隻老鼠是我們被人冤枉的 不過呢? 但還沒完 當然就是要想盡辦法牽著客人 送完飲品送甜品, 單單半價不僅 下一次再來送一個主題 真金不怕紅蘿蔔貨 你有什麼意見? 我非常不同意你的做法, 反應台灣 找得吃還來, 吃客拍老鼠的影片 肯定已經在網上瘋傳 一定會演變成公關危機 我和你同意 今時今日公關危機的黃金處理時間 已經縮短到黃金的一小時 轉個角度看 要將公司的公關危機、轉危危機 這才是最重要的 正確, 這時候就要靠五個Aster 肩膀、誠心、速度、系統和標準 真正的溝通原則 強調餐廳黃牌食物的營養價值 可以轉移公眾的視線 我們甚至可以在社交媒體上 上載一些自鑽的影片 還要把自己的水 還有系統運行原則 我只不過看過餐廳經理仔 有三位大學生出來跟我爭 很正常的 現在走出來, 通街都是大學生 對, 我公司的幾個化妝妹 都是大學畢業的 幸好有老公養職 其實一天最壞的就是那個臭老公阿強 不是他, 阿峰弄成這樣 其實應該是打王他 不過真的猜都猜不到 阿強包最好的 我擔心我老公, 還未能再擔心他 這些就叫乖了太久了 現在才來中年危機 但是這家事, 我說得最清楚了 這些一出事就糟糕了 最慘阿峰, 失婚等於失業 四十歲才來重頭試出 現在人又老, 錢又沒有 工又找不到, 怎麼辦 老媽, 替我丟掉他 好, 丟掉他 那個死佬 我…我和我女兒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們那家店經歷雷曼、沙士、金融風暴 大企業、蠶食、小企業 我也能捱過了, 你明白嗎? 老媽, 我怎麼會…我怎麼會壞呢? 我不會嘛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和女兒兩個 和店舖 比雷曼、金融風暴、沙士、金融風暴 我這次這次也捱不過 老婆, 又不聽我的電話 你這幫老婆 又說是朋友, 又說什麼都聽 你又聊過… 你又聊過三次 我希望在跟女兒玩贖勞 我已不見過三次 你會不認識我嗎? 我會不認識我嗎? 你會不認識我嗎? 你會不認識我嗎? 我不認識我嗎? 你會不會認識我嗎? 他不認識我嗎? 我沒有認識我嗎? 我不會認識我嗎? 你會不會認識我? 太聰明了 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 又不說話了 什麼事? 妹妹,那個什麼D.S. 那個考試成績這麼好,不用慶祝嗎? 你怎麼做人家老母的? 吃飯了,我訂桌子 不用了 叫你老公 你幹嘛叫他? 幹嘛不叫他? 他很忙,最近店舖 我不管你,你們終於叫齊人了 都說不用了 公公 妹妹,公公訂了桌子吃飯 幫你認足 那他不能吃脆皮的乳豬? 是呀,公公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不過爸爸生病了 應該只剩下我和媽媽陪你吃 就這樣說了 好 好,再見 你究竟是忙得瘋,還是生病得死? 我不明白,外父 是不是迎風跟你說了什麼? 現在是不是一頓飯都吃不到? 我要和乳酸慶祝他考試成功 是不是不給面子? 吃飯了 他們一個說你忙,一個說你生病 你究竟要開哪兒飯? 其實又忙又生病 男人來說,你真是又慘又虧 你看看我,我喜歡比你更好 行了,我會做多些運動 我不管你們,我幾十歲了 我還有多少餐飯 可以一家人一起吃 你吊著鹽水也要來 是呀,我頂一下乳酢 老闆,你搞什麼? 讓客人遇上去認一認 先拿出來,快點 你們搞得怎麼樣? 外面的客人吹,都倒閉了 牛扒,煙肉有味 找個人回答我好不好? 老闆,一個月就當我死了嗎? 快點 你又打破東西? 我不是避免你,我用打破東西 你每天都打破東西,避免我 我什麼經常打破東西? 我昨天和前天都沒有打破東西 你別冤枉我 你什麼態度? 剛才去買乾淨的四號檯 趴上跌地 每次自己出事又要有人幫你撿屎 你說什麼?你再說一次 你夠膽再說一次 老闆,我說你,每次都要有人幫你撿屎 我忍你很久了 一天到一刻,你不是賭死東西就打破東西 不是訂錯貨你就落錯單 再不是就傳錯菜,收錯錢,計算錯數 有哪次不是要有人幫你撿屎 我跟你說,店舖沒了老闆,你吃屎吧 我是你老闆,我出糧給你的 什麼時候輪到你數我? 老闆帶光了?出糧給我帶光了嗎? 我現在不撿了,有這種老闆 這裡一個二話早晚都不撿 你停撿一盒吧 看什麼看?東西焦了,快點 找人送我們去 阿敏,試招排骨飯,青紅蘿蔔,烤豬骨 阿正有,阿畢不是很方便,走開 你有什麼不方便?你呀,別再不跟別人說 只有你剛才還去劏房找你 拍的也沒人應援,你真壞 阿敏? 《隱形戰隊言語熱播》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